我就是这样的人 只要有利可图 什么人都不能挡住我的脚步 不管他是万家河还是苏美河 当然 也包括你 为了苏美河抛弃自己的前途 没必要吧 你也是聪明人 现在给你个选择的机会 跟我合作 我这人从来不记仇 康总手段真是高明啊 给我挖了个坑让我跳下去 转头又摇身一遍 变成了个好人 还是要给我翻身的机会 这商场上啊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要你换了立场 自然能成为朋友 照片呢 康总找我到底想到什么 我说过 只要你跟我合作 事后再让我给你 甚至还可以帮你搞定孙总 别紧张 你这一连串的动作 我要是还以为 你被我和孙立萌在补连 那我可太天真了 你知道我们的底牌 也应该清楚 只有坐在我们的牌桌上 赢面才会更大 孙总让你找我呢 他那人格局太小 总喜欢把事情做绝了 其实想想有什么呢 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只要是有钱赚 有力图 没有什么矛盾是化解不了的 你说对吧 康总想怎么合作呀 明天的股东大会 宋美和都有哪些打算 他还准备了哪些惊喜 我要你一无一失地告诉我 你是要让我出卖苏董吗 你只是来做事的 没必要堵上自己的前途 你现在可以选择 是溺死在冰川里 还是换一条航线 全在你一念之间 明天股东大会 苏董会当场展示 康总你挪用公款的证据 他不可能有这些东西 是没有 我打算制造些数据 证明他侵占公司财产 所以他决定铤而走险 想不到苏美和为了赢 连这种招数都用上了 我不是最看不上这种 下散烂的手段吗 我需要具体数据 我尽快整理出来 我尽快整理出来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跟踪我啊 是我大意了 为什么答应康林的条件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信任 更何况你这样做等于出卖了苏总 他已经够难受的了 个人情绪从来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 是不是只要能赢 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出卖 包括你的诚信跟良知 我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了 我没有别的办法 的确 你看 你高山向来只选对你最有利的办法 记者会那天 你明明可以选择阻止那个冒牌的服务员 可你没有出手 刚刚 你明明知道康明会对苏总穷追猛打 把他逼上死路 可你还是选择出卖了他 我 我说了 我没有别的选择 是不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 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利用我 没错 我就是这样的人 只要有利可图 什么人都不能挡住我的脚步 不管他是万家河还是苏美河 当然 也包括你 如果这样可以让你停止胡闹的话 我不介意你再多打几次 你太让我说了 去哪儿了 放手 我要去提醒苏东 你给我放开 放手 放开我 你给我开的 高山你放手 放手